大家好 我們現在進行產地管理裡面的新增產地教學 我們先從產地管理這個點進去 按下右上角紅色這一個小圈圈 那現在我們要輸入新增產地的名稱 好 比如我輸入大莊插廠 那輸入完成之後我們按新增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大莊插廠的產地名稱出來 以上就是新增產地的教學